R台北2021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21号在世贸易馆盛大开幕 跨界独媒体钢琴作品蝴蝶兰 影像内容采艺术家江贤二画作分解并重新排列 重置为3D动画震撼全场 我只能在这里讲一句话 就是感谢在感谢 我谢谢我们长官 谢谢我们底下很多默默在进行中的一些我们同院 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不仅仅掌握国际的脉动 同时深蹲台湾的艺术文化 也让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已经成为亚洲非常重要的国际艺术交流的平台 为期五天的盛会受到中央地方国际的关注 吸引海外展商纷纷涉摊 32家国外画廊带来精彩的艺术体验 他的韩文名字叫文森养 是1982年出生的韩国艺术家 那这位艺术家呢 他在去年阿台北的时候也有展出 那时候的反应非常好 也是几乎都玩瘦了 那像这一幅系列呢 他就是在讲钥匙 就是在寻找更多的探索自己 对 未知的一面 然后常常他的作品呢 就比较是梦画 梦幻 然后也是期待被爱的一个少女的画面呈现 那我们另外一边有展出 印尼艺术家的一些 比较卡通的一些方式 艺术家叫Rano 那他的作品其实这次主要是希望可以有一些 因为这些卡通人物都是跟他自己的生长环境 有一些连结 不论是卡通 电玩 或者是电影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次又展出超人 还有就是朱尔西公园等等的一些艺术作品 那这些作品他会透过他自己的方式去诠释 这场亚太地区国际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涵盖124家展商参展 除了国外精湛内容 也和文化部合作 培植新人特区 原住民特区 为艺术产业注入活水 也跨界时尚圈 工艺拍卖与无国界医生的救援摄影 多元艺术交流展现无限影响力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